大家好,今天是星期日 現場直播 這個節目為何放在我自己的頁面上出呢? 有一點點不好意思放在Toys TV 艾倫你好 不是太不好意思放在Toys TV 因為今天說話有點自私 和我自己有關 和我做的和喜愛有關 其實是今天來到 又是Seven這裏 所謂打口罩 因為這是一個公共的地方 就是一個營業的地方 今天和大家看看是Kobe 來到這間在水母1804 的玩具店Seven 上次和大家看看 Freesilo 這次和大家看看 又不是星戰 雖然後面這兩個星戰的產品 是值得拍攝的 因為是一些很高質的 星戰模型 例如Props 今天和大家看看 其實是看看我們這裏 Seven有的 除了上去Freesilo 另外第二個產品系列 就是Kobe 相信不是很多朋友 有機會上來 這裏看的 因為始終 開了沒多久 另外就是 現在疫症流行 不如大家在家裡悶悶地 不如做個Live 拍攝你們想看的東西 或者不想看也好 想看的就看吧 想看的不妨分享給你們這些積目的朋友 看看這裏的Kobe 的東西 這裏其中一隻 Hello James 這裏其中一隻 就是Kobe 的大和號 其實看這部分 真的 很快以為是模型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一隻積目的船 Kobe 如果大家不太熟 就跟大家說 是波蘭的歐洲積目 Hi, Showing 其實是一個波蘭的歐洲牌子 其實一定不是老番 質量有問題 基本上他們有些產品 可以拿授權 他們照拿 之後 大和號之後 看到一隻 企業號 其實很多朋友 都會看到這些 都會有點心動 因為始終不用朋友 又不用 搞土 來太太 就可以組裝 當然跟模型有一個分別 但是呢 其實 能夠消遷的時間 都不錯 擺出來 這裏差不多兩隻戰艦 只有80cm 長有得 即接近一隻Bike 因為他們的比例 一比350 好了 今天和大家專注 全都是Kobe 的東西 上次和大家說了 就是Visio 這次說Kobe Kobe 是波蘭的積目 不說人家的名字 但和一些定級的牌子 其實是很接近的 質量 但價錢方面便宜一點 這就是Bike 這位香港朋友 砌模型便會知道 普通的收藏家玩具 尤其是年輕一代 就不太懂 伊戰 德國 一隻著名的戰艦 他的戰績 雖然很快被人打沉 但很厲害 打了 盟軍 主要是英國的艦隊 用了一整晚的時間 一個通宵 放了很多魚類和炸彈 都炸他不沉 就是這隻 雖然沒有什麼戰績 即是沒有什麼激勻的戰績 有的 但 看到當時德國的造船工藝 很厲害 是因為當時的舵 引擎壞了 炸足整晚 嗨 Darren 炸足整晚都炸他不沉 即是已經停了 被你炸了 都不沉 好了 其實他們的產品 主要是一些 二戰一戰的產品 現代戰爭 其實 某牌子 不推出那些東西 他們就會推出 他們說明是不出一些關於戰爭的產品 而他們在歐洲和美國 其實已經很流行 因為他們可以滿足到一些 模型迷 或者二戰迷的 心願 就是砌一些很簡單 乾淨 和可以和小北一起玩的職目 這是Hexer 德軍 這裡看到一個是漢馬 即是現代美軍 這就是美軍裝甲車 這就是德軍裝甲車 後面有King Tiger 但是呢 太空狼那些也有的 這是我們美軍的Long Tom 最有名的遠程轟炸大跑 也有 一戰也有 一戰的德軍下也有 這些飛過去的方程式 沒有關係 拿拉扇的車子也有 這些就是一些 馬薩拉提 拿了拉扇的 你看到後面 有馬薩拉提的字 和Logo 另外他拿了另一個系列 就是Skoda 也是歐洲車 也是拿拉扇的 那我回家 希望他拿到寶馬 或者一些 香港人比較認識的系列 我相信會好賣很多 那這裡可以介紹 這個是一個Flex Hobby的 一個Stand 其實它可以配一些 積木的飛機 即是可以撐著一些 不是超重的 不是很大隻的 例如Tie Fighter 或者一些小型的飛機 就可以做到一些 不同的飛行動作 這個Stand可以考慮一下 應該幾十元 而且它的可能性 不是單一一種 好 今天特地不在Tie TV那邊做 因為我覺得有點自私 所以 不太敢 那邊做 嘗試在自己這邊做 那後面你看到一架 應該是Fly Flying 火蟲 一架就是 是不是M9 PRISA 那個自走跑 又有最出名的 德軍的流動裝甲車 給私密的後面 對了 那這架兵仔就不是的 是一些 就是細廠製造的 人仔兵仔 好了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呢 還要拍攝 還有文行機 文行機 這一架好像是787 是一個很大的波音機 很大隻 但是它是有內籠可以打開的 好搞笑 這個測試變成 由大人向變成小銅向 一個人那麼大的 好 那就打開了 有這些大人向 德軍的ABF 109 美軍那隻F4F 英國的SPEEDFLY 對啦 Supermarine 其實很平均的 這裡有一架 另一架 英軍戰機 不過現代的戰機 也有這個法國的 RAFERLY 這架CCI-7 是比較特別的 當時就是 打破東柏林的圍堵 美軍就用很多CCI-7 運很多物資 去西柏林 因為西柏林的地理 當時就是被東柏林圍住 好 大家想看這架 拍攝一點 沒所謂 這架真的不錯 是EARFIX 現在是絕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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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拍完 拍完少少的Display這邊 這裡有架 大家香港朋友很喜歡 雖然我們二戰時機 比日本人 打 但是呢 這架零戰來說 在很多 二戰迷模 無言謎說中 差不多必砌 挺帥的 挺帥的 挺好的 很快砌完 而且很像 手感挺好的 放手裡 其實也挺大隻的 大概一比72 好了 這架呢 就是 焦點來的 波音的737 MAX 8 停飛了 現在都沒有復飛 但是市場上很多這些飛機和後生產市 所以這個令到波音公司都很大劑 所以其實他們很想復飛 但是因為連串發生空中事故 又停飛了 好 然後這架 日本搬載機 好 好了 顯示器是這麼多 但是我們拍攝 如果上來 你會看到很多 這些 一大堆 原來是人仔的 Kobe人仔我自己喜歡的 尤其是這盒我會推介 因為有德軍散兵 有沙漠散兵 和雪地德軍 這個101空降師 如果懂得玩二戰 這些就不會嫌他輸 因為101空降師是很好看的 好 好 當然有些越戰的 這個就一般 敏碎 大宗越戰的Fandom 沒關係 這個就是俄軍 這三盒都是越戰的 除了這盒 除了這盒是越戰 另外三盒都是二戰 好 有些是一戰的 由於ACG之前一次延避了 其實這盒就多了很多燃料火 好 另外這盒是微型的坦克車 很小 但是多數是現代的 其實它系列都很多 後面我們看到炮 二戰近自走炮 這裏整個 整個 整個 隨便拔架出來了 就對了 Sermon 5Ry 這架好貴 這架 Lashon 是四號戰車衍生的 一些 戰車 這架也有很多人找的 Panzer III Panzer III 其實這架很齊 很齊 四號的衍生版 Braman 好 這架是二號戰車 一號 所謂一號 叫三灰色 那時候全都是三灰色 那些其實我覺得 要玩開的師兄 或者 初初玩到這些 都必入的 都不是毒理 這架其實是沒有砌出來的 這架就是 默蘇里 或者叫艾奧華號 其實是同型的姊妹艦 當時美國量產了這些超級巨型戰艦 當時全世界最大的 還有有三連裝的主砲 都是所謂披美無敵 但後來也是很害怕日本的神風感四隊 這架就沒有砌過 這裏有另一個企業舖的盒子 我的飛機有很多 我都跟大家拍一拍 今天的節目時間不會太長 純粹介紹一下這間店裡有什麼Kobe 下次希望介紹另一個系列 下面 這些是小型系列 小型系列有什麼好呢 安全得來 穩陣得來 夠便宜 如果同期頂級牌子的價錢 我想這個起碼便宜了很多 詳細不太老套硬銷 但你們不妨上來 或者上網站看看 疫症期間出不了街 又停學 讓小型系列一起玩也好 有得交差 至少這些親之向 這架是現代的裝甲車 其實有現代款的 這架其實是現代款 這架是Challenger 其實之前很多師兄都找到 這架 砌起是幾型 好 再揭曉一下 這些就是一些偏門的 應該是英棍 法國塔 好 這架是登陸艦 LCM3 這個小介紹 這架是潛艇 其實它出了幾個尺 我覺得這個潛艇挺好玩的 就是 砌起不是很容易爛 還有 有個大小 就是 有個大小 就是 擺東西太小 又好像不太喜歡 除非很精緻 要不然 大大才個人 這個就滿足到你了 只是這樣的價錢 三字頭 三個位數字就壞了 砌到你 很開心 這個是另外一架 U-Bow 這架 即是特軍迷 Hi Hi 那 U-Bow 這些又是很有歷史的產品 好 潛艇 大戰艦 飛機 戰車 現代授權的汽車 太空產品 應有盡有 雖然沒有大牌子那麼多 但都可以滿足到很多朋友的 是 喜好的 那這裏是哪裏呢 沒錯 就是這間店 對 信務1804 好 硬燒的時間到這裏 最後 給個 和阿迪嘉交代一下 他好好的放在這裏 可能也有朋友上來 看看 還有 重要的 我們未經 未經這個公司同意 那間公司同意 阿迪嘉簽了我的名 當然啦 阿迪嘉應該可以的 就是迪嘉簽就可以了 好 那想看到這隻 就基本上來看看 對 這隻甜頂OK的 Albert 可以想一下 因為300多元 其實很大隻 可以砌三四個小時 起碼 好 下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另外這裏可以發掘到的系列 那當然 其他玩具店喜歡的話 我們真的 歡迎 你們歡迎我們來採訪一下 OK的 拍下 最重要大家都能夠 可以在這個疫症之下 不用到外面介紹到你們 玩具店裏面的特色 好的產品 好 今天呢 今天到這裏了 因為知道 星期日靜靜的 大家真的有街比較少人 請大家做個直播 好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再找我們聊 可以留言 另外就 找回一些相關的資料 希望大家喜歡 Kobe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都不錯的 其實質量是很好的 但是價錢還要便宜一點 也挺適合我們這些 成年向的師兄們玩的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希望在疫症裏面 大家安全 在家居可以玩玩玩具 亦都 上網看到對的資訊 我是Brian You are watching Choice TV Thank you Bye Bye Mmm